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生活一百分的那个台湾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今天我亲眼目睹的一个发生在台湾一个夜市的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台湾的夜市的话 大家都知道一般就是说晚上营业 然后有很多的人过来 然后比较的热闹 大街上的人都是稀稀懒懒的 今天的话就大概就是说到六点多钟的时候的话 我就看到有几个小孩子 应该也不知道是不是国外的小孩子 还是台湾自己的小孩子 就是说在两个门店之间的那个 分界县的那个街边吧 就把自己手上的一些垃圾就扔在了那里 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六点多钟的时候 大概就是说垃圾不多 就是他们吃完的那些长河 然后那些喝奶茶啊 剩下的那些容器 其实台湾的夜市的话 垃圾的处理的话 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要不然就是零食的那种 设置的那种垃圾箱 要不然就是有固定的垃圾箱 一般来说的话 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 就垃圾的话一般都不能乱扔 但是那几个小孩子 可能就扔在那边 开始的时候是很少很少的一点垃圾 然后等到我一个多小时以后 再去看那边的话 那个垃圾的话就已经是有蛮多的 然后等到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的话 再去看的话 那些垃圾的话 就基本上是已经是堆的 像一座小山一样 但是讲实话没有人去处理 其实在台湾的夜市的 据我所知的话 应该就是有专门的人去寻查 然后把那些游客 随手让人的那些很小的垃圾吧 可能会请你 但是这一次的话 有很小的垃圾 然后慢慢的就堆成一座小山一样的垃圾 其中的话大概有十来分钟的时间 我特意的去观察了一下 就感觉让我就很好奇的观察了一下 因为在台湾的夜市 我首先想说明的话 它并不是全部都是台湾人 因为有很多的都是外国的游客 而且很多亚洲的游客的话 根本就搞不清楚 它是来自哪个国家 除非他们开口讲话 你才会发现 它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说 但是我大概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 我看到至少有五位 到七位的那些游客的话 就经过那个比较像小山一样的垃圾堆的话 它就毫不犹豫的 就把自己的垃圾 手中的垃圾就放到那个垃圾堆里面 然后又以至于这个垃圾越来越大 等到我晚上十一点多钟 离开那边的时候 那个垃圾已经 我说了已经堆得像小山一样 本来我有时候想开玩笑 本来就今天本来是想用自己的手机 想把那个小小的垃圾商给拍个照 然后发到脸书上面去 后来一想的话 这个东西看起来也太恶心 然后就没有这样子做 但是我还是想说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就是说 人的话其实在那种 大众的那种行为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蛮虫的心理 就是说 很多的情况下面 你突然发现前面的话 有一堆垃圾的话 你就不管 那个地方是不是垃圾桶 还是有没有那种 淋湿的垃圾的 那个人的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垃圾了 但是你没有想到 这个垃圾的话 可能是别人扔起来 以后慢慢的人就多了 所以说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问题的话 从一个小事情的话 我们就可以觉得 可以发现很多人生的哲理 其实台湾 也是一样的 台湾不光全部是优点 其实也有蛮多的缺点 所以说 这个事情的话 给我蛮有趣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